歡迎收看宅水店 這什麼意思 老梗 沒有 師傅 我聽過空中教室 空中飛人 對 可是我就是沒有聽過空中壁虎 因為沒有空中壁虎 只有中空壁虎 等一下開一下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重來 師傅什麼是中空壁虎啊 我們先這樣子講好了 大家有沒有一種情況 現在的房子是不是沒有很大間 越來越小間 房價越來越貴怎麼辦 所以這個時候 會常常運用到 所謂的 輕隔間 輕隔間 對 比如說細酸蓋板 水泥板 總之它就是以木座為基底 然後再用這個裝潢板 把牆面封起來 可是 各位周遭生活當中 有沒有一種朋友 喜歡在家裡呢 拚命的 吊吊吊吊 對對對 可是如果今天在這種 你要懸掛的地方 這道牆是裝潢牆的時候 怎麼辦 可不可以直接上 坦白講 你要看東西啊 就是說你今天懸掛的東西 是非常輕 短時間可能沒有問題 可是時間一長的時候 會不會有可能 怎麼鎖點鬆掉 有可能 這麼脆弱 因為畢竟它 這個細酸蓋板這個東西 本身承載力 並不是這麼的足啦 這時候我們就要用到一種東西 這叫做 中空壁虎 那我們今天呢 買了這個東西 很明顯 這是一個掛鉤 這掛鉤呢 買來的時候 它還附贈塑膠紙一顆 跟著它有四顆啦 搭配這個六分鐵皮螺絲 這個使用的工法 它是原本是建議 鎖在這個 所謂的水泥牆 會見過牆上面 只是說我們今天來做個測試 如果說今天我們把這個 這麼大的鉤子 鎖在牆壁上面的時候 我們能看看不同的中空第五 它能夠帶來多少的沉重力 好 首先我們看 今天準備的這一支 中空壁虎 金屬的 鐵材去電鍍的 這一支網路上面買的 一支三十 空巾 這空巾沒有我不知道 但是另外這一支 改成影響的啦 剛才這支三十 這支五塊 好 除了剛剛那個兩種金屬以外 我們額外準備了另外兩種 塑膠的啦 真的是塑膠做的 塑膠做的 這兩個東西很好玩 一個叫做 飛機型 嗯 好飛機小飛機 另外它都叫蝴蝶型的 那這個多少錢啊 一支兩塊 好 這支也一樣 兩塊錢 好 那我們待會就來 部件一下 模型跟框架 最後就直接來 進行我們的實測 Let's go 顆粘子 一個金屬 磅 三十 五十 一杯 很多 二十 一杯 很紅 好,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厲害了吧! 我們原本都是畫兩個點點 我們後面為什麼只鑽一個洞 是因為我們後面考慮到 比如說蝴蝶型跟飛機型的 張開的時候它的範圍比較廣一點 恐怕這兩個會打在一起 那沒關係,今天我們主要就是來測 就是看它的承重力 那我們就用一個洞來做測試 那我們首先先來的 這隻,30塊的 30塊 它這個地方的鎖點,這個地方是一字的 它這個有一片滑溼,你不要掉了 然後它這個地方要稍微留意一下 這邊後面是有尖尖的刺 千萬不要被刺到,那非常利 它最主要是用來卡在你的板材上面 不要讓它跟著旋轉 好,這個地方就是這樣,塞進去 另外這個也是一樣 我們大家都統統統一鎖在下方 鎖在下方 好,先鎖進來 好 好,開始漸漸的你會感覺到 有一股抵擋的反作用力 這時候你就要壓進去 因為它後面開始要撐開了 它長到了耶 對對對 壁虎,它整個就 脹開來 整個撐開 它好像支架四個角 還是三個角把它撐開來 對對對 它馬上就變得好像是一個 角座 可以感覺到緊固力蠻強 就是可以鎖到很緊 甚至它應該是讓它會有點斜角 去斜撐 好,我們先鎖好第一支 那接下來我們來鎖第二支 五甲 五甲,來看看 也是一樣 長超像的 我只能這樣子說 就是我感覺不到這個差異是什麼 等一下掉中就知道了 搞不好要啥 等一下掉下去 好 也是一樣,套進去 好 好,這個會直接有緊的感覺 很緊的感覺 好 小飛心來了 先小白來 小飛 但是因為我們要掉掛的時候 它是上下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能要選擇 這個方向進去 好,塞進去 好,我們來 這邊 伸進去 好 哇 用手就可以鎖進去 怎麼那麼厲害 似乎飛機在那個螺旋槳在轉 對啊 螺旋槳會跟著在轉 所以它根本沒有辦法 那如果說假設今天成功率夠高的情況下 我們來測試看看 假設一下 好,你看看它 它這樣慢慢會增開出來 它的狀態是這樣子 我們先模擬一下 好不好 那我們再下一組 蝴蝶嘛 就是小蝴蝶 把它捏起來 捏起來 只有小蝴蝶 現在蝴蝶可以到成都去 哦 真的假的 對啊 好,它就這樣頂住 扎實 好,我們在那邊鎖的回饋感覺就是 有緊 緊了就不要再鎖了 好,我們這個 四隻都鎖完了 對不對 這是三十的 這是五塊 好,這是兩塊 兩塊 這是小飛機 小蝴蝶 那我們今天也額外準備了一個水桶 這邊這一桶子也十公斤 十公斤 十公斤 好 等一下我們就拿一條5.5的電線 把它捆放起來 然後把它掛起來 看一下 好不好 好了 那我們即將要開始了 首先 三十塊 看起來 前後左右 觀察一下 沒有什麼問題 十公斤 一般 我們在家裡面 應該你要 掉到十公斤很難 所以我們故意有點 極限測試 好,看起來第一個沒有問題 好 我們即將準備 第二個 好 盡量 我盡量慢慢放 不要讓它有 多餘的擺盪 好 掉掛十公斤 也沒有問題 鎖點的周遭 目前沒有產生變形的情況 但我們是短時間測試 不代表艙時間一定沒有問題 這是做個參考 那我們 先把它拿下來 先拿下來 好 為什麼我要先拿下來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這兩組 都是屬於金屬型的中空壁虎 對不對 接下來後面的小飛機跟小蝴蝶 就是屬於塑膠型的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來 好來 第三組 好 要準備掛上去囉 掛上去囉 掛上去囉 喔 喔喔喔喔喔喔 好 剛剛我們在掛的時候 鎖點這個地方 立刻產生形變 那我們剛好從這後面來看的時候 因為沈重的關係 螺絲整個翹起來了 所以久來一直這樣子 不斷的晃動的時候 那你這鎖點的地方 就會不斷的被擴空 好 那我們先把它拿下來 接下來我們再進行試一下 灰色小蝴蝶 會不會也是一樣 我們看一下看一下 好 準備要進行掛囉 要沈重囉 要沈重了 要沈重了 好 拉下來 喔喔 蠻意外的耶 塑膠中空壁虎 竟然10公斤是沒問題的 後面 也是一樣 有微微翹起來的現象 可是呢 微微翹起來的現象 很明顯的 比剛剛的小飛機來得好 非常的多 四隻壁虎 30塊 5塊 2塊2塊 看起來沈重上面沒有問題 通通PASS 我覺得蠻意外的 我覺得有兩個意外的點 第一個 它居然可以 第二個它沒有破 好 接下來 我們來試一下 如果是鐵皮螺絲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來試試看 好 那我們也來 調看看 就很意外的它也可以 那我們剛好買中空壁虎 對我剛好買中空壁虎 哈哈哈哈 我先把它拿下來 不然我們的小幫手應該 我感覺到在發狂 哈哈 好我先拿下來 好先拿下來 OK 好很意外的它可以掛在上面 對不對 來請看後面 你給它看看 有啦 它出來一點點啊 好今天我們用的是 六分的鐵皮螺絲 所以它只有跑出來一點點 但是大家心中一定會有些納悶 為什麼它今天可以這樣子掛起來呢 好我們等一下留在結尾的時候 來跟大家做個簡單說明 整個實驗 我最意外的那個點 就是塑膠小飛白 竟然沒有發生問題耶 它吊掛得住耶 所以很意外的沒有人失敗 可是這中間當中就真的 是可以被信賴的嗎 因為我們不是長時間對吧 答對了 其實實際上我們有去搖晃它 但我們這個搖晃的時候 就是純粹只是上下搖晃 上下搖晃的時候你會發現 就是金屬的中空壁壺 不管是30塊還是5塊錢 它都很牢固的貼合在 我們的細酸蓋板 但如果今天是用這個所謂的 小飛機小蝴蝶 你會發現它沒有辦法 完全貼合在我們的牆面上面 欸師傅我有個問題耶 對 你看到剛剛我們的板材 是稍微比較厚的嗎 是 那如果像輕隔間 它會不會有更薄的板材 那這樣子去鎖它 是不是問題就更大 所以我們剛剛可以看到一個 很明顯的一個現象 水桶掛在我們的小飛機上面之後 這個鎖點的地方 很明顯的垂下來一下 但是為什麼它沒有掉 因為我們用的板材 就是9mm厚的細酸蓋板 其他的狀況底下 有沒有可能是用6mm的 更薄的細酸蓋板 我們都知道細酸蓋板 是一種粉質的東西 有沒有可能有一天掉出來 鬆掉 有可能 所以當然會有這個厚薄 會影響到它的耐用度 沒有我相信大家一定會有 這樣的疑問 連螺絲其實都可以鎖上 是的沒有錯 你看最後直上了 還是搞定了 可是我們不禁又要問一件事情 你怎麼知道你家的厚還是薄 對啊師傅 那我怎麼知道我家的板材 還是厚還是薄 答對了 這就是一個問題 我要怎麼選擇 當你選擇這個中空壁虎 其實還有另外一個考慮的點 因為今天不管是金屬的中空壁虎 還是塑膠的中空壁虎 他在選購的時候 其實都有建議參考的一個規格 根據你不同的板材厚度 會有相對應的不同規格的中空壁虎 所以這部分都是要去注意的 師傅我有個提議 我現在想到一件事情 我們應該可以去測那種 用黏在牆壁上的掛鉤 可以啊 我看到Costco、IKEA什麼的 FB嘛 好棒、好好用 有嗎? 要來踢爆了嗎? 做掛鉤的廠商們 先匯錢進來 先進來 我們先撇出你們 哈哈哈哈 沒有啦 我覺得可以做一集啦 一些如果是用黏的 那會不會他的承重力是OK的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宅水店的內容 那如果對於中空壁虎 金屬塑膠 有什麼其他的問題 歡迎在我們影片下方留言 尤其是你如果有相關的使用經驗 歡迎你在影片的底下留言區 把它分享出來 作為一種經驗的參考 說得無量 好那記得 每週二經每週五晚上 進行準時收看 Youtube再次列 掰掰 掰掰 這麼棒啊 四點 我們都沒吃飯 要五點就是 哈哈哈哈 我們剛剛超無聊的 我們又去買一個超薄的板子 這是幾咪的啊 這個是六咪 我們又來了六咪 我們又來試一下給大家看 六咪打下去的結果是這樣 你看 小蝴蝶還好 小飛機完全不行啊 你看鎖到底了 鎖到這個都已經 整個都變形了 你看這個中間的 這個弱差還是大 還是在 這很慘啊 你看這樣一擠出去你看 然後你看這一顆 這顆也是一樣 如果說我們這樣子看 你可以完全貼 貼齊的時候 你看其實這邊 蠟一段 那你如果說 你看這邊要離一棒啊 對不對 離開的時候 這一顆才會完全頂住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